各位环球的常有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维华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次期鉴定 那么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辨别北宋汝瑶的天兰佑 这个盘口的指锤屏 它的这个真伪 首先咱们要澄清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天兰佑 在北宋汝瑶时期没有这种佑色 它只是叫做天青佑 我们看左边的这一件 就是出土的天青佑的盘口折尖平 它也不叫指锤屏 指锤屏的形态没有这种盘口的 大家要特别注意在这个所谓的命名上面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左边的这一件 盘口折尖平是张公向尤出土的 它也叫盘口折尖平 它属于青佑 还跟这个天青佑有区别 大家要注意 那么这种所谓的天兰佑本身在北宋的时候就没有 那我们看左边的这一件 这叫指锤屏 它没有盘口的 盘口通常都叫做盘口折尖平 那我们再看这一件防品 它的这个所谓的兵片纹 大家要知道 现在这种兵裂纹用 早就已经所谓的这个创烧出来了 它并不神奇了 在汝瑶也好 或者是在景德镇瑶都有烧出这种的所谓兵裂纹用 这个呢 通过现代的工艺完全可以调配出这样的配方 那么这件防品 它的这个所谓的兵裂纹 跟真正的兵裂纹差距还是很大的 大家仔细看就能看得出来 另外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 它底下这个直钉烧所露出来的是香灰台 可是防品呢 却露出来的是白台 大家仔细对比看 就能看出来 汝瑶是香灰台 这个色泽呢 像烧过的那个香灰一样 但是这件防品呢 展示给大家的是白台 这就一下子就是所谓的一眼甲 再有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 刻有这个乾隆的玉提师 那么这件防品呢 也是属于这个激光雕刻的 那大家仔细对比看 这个纸垂平的这一件的这个 所谓的刻的这个玉提师 它有崩裂的地方 这就是人工雕刻的 完全是不同的 在这个非常清晰 那么大家要特别要留意现在的乳窑 无论是在河南做的还是在景德镇做的 亦或是在台湾省做的 都有一些做得不错的 但是呢 它跟这个北宋的乳窑比 问题出在哪里呢 出在就是它所谓的有一些在折延处也好 或者说在堆积处也好 出现的这种犯清的情况 它做得不好 那么其他的啊 包括一些工艺呢 都确实做得不错 但是呢 你就当做一个喜欢和爱好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当做真正倒带的东西去赏玩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的感谢大家收看 戴维华收藏这个节目 咱们下一个节目再见